臺灣的真實情況各位也都知道了 在新聞上看很多了 這也不用我再講了 已經搞到疫苗要打殘劑了 你看你看蔡英文殺死多少人 你看時間到了沒動作的話還是得死人啊 這就是遊戲規則啊 還是得死人啊 還是得瘋啊 商鋪還是要關門啊 你說跟武裝解放的情況是不是一樣 時間到了可是他在等啊 那就是遊戲者有扣分 那個無所謂 那個遊戲者自己看著 因為現在武裝其實對陣已經緊張到崩了 而且基本上戰略不會直接拿外島 是直接攻本島 因為今天早上我一看就是武裝直層機在那邊演練 臺灣這邊前幾天是大陸的 然後昨天前天聽人講是過海峽 在海峽 過了海峽中線使用武裝直升機了 那就很簡單啊 那就可以解釋得了 為什麼今天我們家上空一堆 這邊的直升機 這邊直升機 頭一次集群啊 集群也沒有用 你那個武裝直升機不能打了 我早就知道了 有朋友的兒子去開那個東西 他說那裡面只是能飛而已 你想打是不可能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說一定要蔡英文長命 現在大S 不是前一陣子在講嗎 蔡英文屠殺我們 然後他開始動用網軍去圍剿 你就圍剿吧 你反正到最後你不趕快跑的話 到最後就找要武裝解決之後 我前面提過不會放過你的是臺灣人 到時候要要你們的狗命 要你們藏狗命 你看你已經殺了很多人了 你已經這都會在你 命是歸在你身上 分數是扣席的 哈哈哈哈 分數扣席的 但是藏命是歸你 這等於是都有都有責任 因為你該跑的沒跑 該打的沒打嘛 對不對 該打的還沒打 他就時間馬 始馬就一直往後算 他絕對不會吃虧啊 中華民族怎麼能吃虧 對不對 那一定要有人來弄這件事 那就我留 你蔡英文狗命 你蔡英文還有你背後的利益集團 國民兩賊黨 國民黨到現在那些政客還在做夢 還在做夢 你問我什麼時候明年能選選 你他媽的還在選 都已經屠成了 病毒屠成了 疫苗屠成了 你還在選 還選選選 這要有人偿命 這些政客該該 該已經是玩到人命了 既然他強制遊戲要推到 用人命了 已經不是跟你玩票了 是跟你玩命了 已經死了 大陸社會的那個一連串的社會 交召事件 那也是啊也是 還命了 大陸 大陸人 現在其實 過得比較幸福了啦 尤其 商店還可以聚餐 看到有些台灣美女跑到那邊去了 在微信朋友圈 你媽的你還在聚餐 哈哈哈 跑過去 這邊還不能聚餐 被病毒屠成 所以那個大S說的沒錯啊 他在屠殺我們 他真的是屠殺 沒關係 既然是要玩命 那就是把這個命的數字累積起來 到最後 你就 你就不用想跑 不用想跑 給你機會 給你時間跑啦 游戲會只是這樣 給你時間跑 你不跑 那接下來就是看怎麼樣 怎麼樣來收拾了嘛 怎麼樣來收拾嘛 整個台灣的社會 那實質已經進入到窒息狀態了 實質已經窒息狀態了 實質已經窒息狀態 那個餐館 夜旅遊 夜旅遊不用講了啦 開始早就倒了 餐館 然後接下來大面積的很多企業會開始倒閉了哈 這是一步一步來的哈 一步實質已經進入到窒息狀態了 自己看這個現況就知道了啊 現在連普篩都沒有啊 普篩都沒有啊 那邊一個普篩站我跑 我去那邊跟他 講說要預約哈 結果他說可能排不上你哦 很抱歉 說現在都排不了 我說這還不是打疫苗是普篩呢 篩檢耶 他說沒有那個物資啊 我說我知道我罵你也沒有用啊 我就這樣講 我知道我罵你也沒有用啊 那個也不是你的問題 那個 我說這個就是直接是國民兩黨的問題 包含國民黨的問題 你 你 不要以為 你國民黨不要以為你躲在後面在那邊 嘰嘰歪歪別人就不知道你還在想什麼事情 你還在想什麼事情 那個蔡英文 蔡英文 不就你國民黨養出來的啊 以疫謀毒啊 這種已經開始 他已經是把台灣的人民啊 人民拿來當作要挾了啊 那個綁匪的那個心態已經出現了 已經沒有必要再對這種政府客氣 你脖子講台灣老百姓對他也沒必要客氣了 事實就是在屠殺嘛 快篩都沒有啊篩檢都沒有啊 那疫苗更沒有啊 搞到打殘劑去了啊 殘劑 結果殘劑還一堆人排隊啊 啊 可見很慘啊 啊 沒關係陪你 啊 反正 咱們看到最後誰死 誰死真的 真的上命啊 既然要屠殺那就來玩命 好了 洋奴見夢 已經做不了多久了啦 啊 做不了多久了 整個社會都已經玩到窒息狀態了 而接下來還有令度Delta病毒要進來 而且已經進來了 然後你連快篩 全篩檢都沒有 普篩都沒有 更不要說所有人統統打疫苗下去 一層一層疫苗這樣防護 大陸現在是一層一層疫苗防護了 啊 我也前面我也提過 我為什麼 本來應該全家去大陸的啊 那個有各種原因 啊沒關係 我就留下來 本來我 我是硬要全家去的 因為在大陸 目前也還沒有小孩子的疫苗可以打 目前沒有 因為目前所有的疫苗都是 都是急救掌 只能大人用啊 那 最雖然說最穩定的是大陸的疫苗 最 最爛的是日本淘汰那個AZ疫苗 那印度產的 然後打的會死人的 台灣用 所以這個洋奴見夢 越活越回去嘛 啊 還想要騙多久 國民兩黨這個賊黨 還想要騙多久 所以有些台灣的聽眾 遇到那種台灣價值的那個人 已經不要理他了 我都一耳光就扒過去了 我就很兇啊 我對他這種這種人 台灣就是你們這樣搞的 搞成今天這副德性的 我說一定要武統 我都在他耳朵邊大喊 你看會不會發生嗎 我看你的洋奴見夢能活多久嗎 而且 本島中國人就是不走 哈哈哈哈 我就盯在這裡等到你滅亡 等到你死 拿著刀在等你 等到你死 好 講到這個大S 我倒是以前 在讀淡疆的時候 我很久以前有幾集 我講過一個姓董的 一個老師 劉美回來了 他是標準的 美國洋奴 在宣揚 然後他有一集提到說 他聽說大小S 他的老師說他很爛 很爛 男女關係很爛 人家爛敢你屁事了 但是從現在的角度 我現在看他知道他被屠殺 你還是洋奴啊 我猜你還是洋奴啊 做洋奴見夢的人都不相信啊 我猜你還是洋奴啊 你還是 那個 但是我看大S 至少他在這一件事情 他的判斷是對呀 他爛他的事嘛 他老公接受就好了 又不用你接受 對不對 但是你爛的話 你就是因為你有你這種 這種人 才把台灣害到今天這副德性的 害到這副德性的 繼續割據一方做洋奴見夢 沒關係 這個夢你也撐不了多久了啦 哎 那台灣社會就窒息嘛 那印度德爾塔病毒還要繼續來啊 那現在就是 快三疫苗沒有嗎 對不對 他們要繼續謀財害命嗎 民進黨要繼續謀財害命啊 那國民黨在後面還在等 謀財害命完的事啊 我前面講啊 他自己被毒死了 殘存的細胞 國民黨殘存的細胞還在想 還在做那個夢 我還是我還可以繼續賣綠帽燒餅 你不用想啊 哈哈哈哈 你去你去你死前去做那個回憶好了 不是有些電影是 死前還要還在還在做他的那個幻想嗎 啊 那個那是你國民黨現在就是這樣子 你是死前在那邊幻想 你已經死掉了啦 兩腿都登了啦 啊 你還想回來啊 那現在台灣不可能回到你先前了嗎 印度新的病毒又來啦 Dyota病毒又來啦 那你你連快篩跟疫苗都沒有啦 搞到打殘劑啊 那你能有什麼用 而且那個我現在還還要跟 你們講的都做mRNA過來的那個 疫苗哈 那個mRNA的疫苗你千萬不要拿來用 那包含我看mRNA也不要打 因為為什麼 他是潛伏有效而已 他表面有效 可是他他那個DNA的東西很容易致癌喔 DNA有可能致癌喔 這個現在那些疫苗中通通都是有問題的 沒有一個包含WHO的那個批准通過的 可是問題是那個自然法治才不管你什麼WHO不HO的 欸還關你什麼WHO 你就是你就只能是按照他的法則走 所以一定是滅活的 稍微可靠一點 但他還竟然還不穩定 因為小孩子還不能用 他只是可靠一點而已 那所以我前面提了一個 回到最原始最初的那個疫苗防疫的概念 我講過了 這我前面提你自己去找 你要用中藥材來配合你的 那慣性變化 這才是最原始的方法 最有效的方法 因為疫苗就是從這概念過來的 說不定大陸的還可以用喔 因為疫苗到現在穩定度 穩定度如何都不知道 現在穩定度不要隨便打老外的疫苗 香港的那個 那個有人拍一個照片很清楚了 老外的疫苗沒人排隊 因為香港可以選吧 大部分都打那個國藥的 科興的 滅活的 香港人慢慢醒來了 他的養奴夢已經醒了 你台灣還在做養奴見夢嗎 能讓你一直坐下去嗎 還能繼續給你坐下去嗎 見夢 你的見夢 所以遇到遇到一個打一個 這就是你自己要的啊 好像台灣搞成這樣自己要的啊 害死人啊 以前你們 這樣鬧沒關係 大家忍 時間到了還給你這樣做嗎 還能忍嗎 自作自受 然後 無辜的很多台灣的一些 其他人跟著跟著陪 跟著陪 陪就陪陪到陪你到最後 看你怎麼死 我就只想看你這個政權怎麼垮 啊 所以中華民國不要再去留他了 不要再留這個政權 一個過氣的政府 一個氣數已盡的政府 你一直去 去用各種方法去救到最後就 就是出現這種狀況啊 啊就是成批成批的 你要救他的人成批成批的去死 把一些壞分子名單記下來 因為我知道的名單大部分都是一些 大陸人都知道的 那個都是一些那個民進黨的 國民黨的那個名氣都很大 跑不掉 你也不用去記了 那有一些 啊 啊條啊咖啊 啊什麼議員級的那一種啊 啊那個 不要給他跑啊 名單要記下來 防止你 變成啊 統一之後戰後的 像香港這樣潛伏在這邊搞黑豹啊 這一點我倒是比較樂觀啊 就是統一之後會比較樂觀啊 因為 台灣人比較視像啊 從過去的案例來講 比較視像啊 處分掉幾個有沒有 你看蔣介石來的時候 機關槍打打的打的一些那個 那個時候的時代狀況啊 還是從剛從日本人手上弄過來啊 還有黃軍在裡面 機關槍 砰砰砰砰砰之後 全部通通都都不一樣了 全部而且他們有一些不是為了黃軍我提過了 啊 是是當時是為了擁護共產黨 為了要分錢 各種 邊過之後全部都不見了嗎 啊 防止他們變成黑豹的名單要記下來 這這到最後所有賬就算在你頭上 他就會嚇到 台灣是不是這樣啊 啊 這筆賬就要算在你頭上啊 要爆了 每個就皮皮刷 台灣人的尿性啊 台灣台灣這邊的人有台灣這邊人的 好好處 優點我我 我還是得說還是有啊 但是 因為長期國民兩黨賊黨的那個優敗 劣勝 國民黨故意的 故意把好人淘汰 把壞人弄上來 因為他做壞事嘛 做壞事情 那最後就會變成這樣子 才會變成這樣 所以但是如果這個 把這一批壞分子全部剷除的話 台灣後面統一之後 發展速度是很快的 只是你現在被屠殺 真的不能再忍下去了 所以我還是鼓勵各位 用各種方式去催吻 因為 從其他管道得到的消息啊 就是 大陸確實內部已經在做戰後的 佈局安排了 準備了 已經做戰後準備了 因為情況不可能回到以前了嘛 如果要回到以前的話 香港澳門的辦事處不會就在這個月把它撤掉了 如果還想回到以前的話 那不可能啊 台灣本身這個狀況也回不到以前了 還想要怎麼降 這不可能啊 還怎麼降 降不下來了 那就儘快發作 最後還是要提醒就是 台灣的聽眾聽到的人 你就使用我前面講的 中藥的疫苗 自製的疫苗 因為它最原始最可靠的 然後在 會有機會熱打大陸的那個滅火的 滅火 它是幫助你 輔助你 那萬一得到的話 仍然這還是可以用 因為這是 物理原理 物理原理 原理是一切最可靠的 尤其是那個 老外使用mRNA或基因技術的東西 你絕對不要去用 基因技術的東西都有可能自癌 都有可能自癌症 這個是已經科學證明 一而再再而三了 已經證明很清楚了 自癌機率是很高的 尤其是直接打進去 它還不是吃的 吃的還經過胃酸破壞掉 沒事 對不對 它是打進去 直接 DNA RNA就在裡面釋放訊息了 那當然有效啊 這還是我 我媽媽傳了一個 我國小六年級的老師 一個like 她還有 國小 我國小學六年級的老師 後來一直跟我媽媽一直還有聯絡 她傳了一個就是 連BNT的疫苗通通不要打 什麼Moderna的 只要是DNA的 你自己上網查 這個品牌的疫苗只要是 跟RNA 跟那個基因訊息有關的 通通不要打 不要打 那會潛伏致癌危險 裡面複雜的變化很多 那你唯一就是 安全的管道就是我講過的那種 已經是自然界演化的狀況 因為病毒就是這樣進來嘛 你就只要減低它的弱性來克制它 最重要關鍵不是減低病毒的弱性 增加自己的 而是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他要的其實就是這個嘛 那怎麼樣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你抵抗力是這樣子 因為你唯一你一直延續的一個生活慣性的話 它抵抗力是一直遞減的 隨著你的年齡 是一直遞減的嘛 但你就是要增加活性 充活性 充活性 充活性的話 那要費一點力氣了 但是這是最資本的方法 六門十字 在這個情況之下就可以用了 我好像以前講過 這個六門十字 因為它是可以改變你 生活作息物理狀況 這最簡單的 你想嘛 你按照病毒的角度來看 如果你 你的生活時 時鐘是兩種 疊合兩種 他入侵第一種之後 你跳到第二種 對他來講 環境就變化了 你回憶著我 我講那一次元殺症的事情 那關鍵是你第二種的 佈局你要站得穩 所以 會需要一些什麼中藥 但是最關鍵的還是 站得穩 就是你的生活 你的週期 生理週期 生理週期我可以 轉到第二行去 轉到第二行 這第二行站穩的 那就可以收拾入侵的病毒 但是不得已得到的人 可以拿來用 你要做預防 那也是可以 只是反正現在很多人 你也沒有上班嘛 那就練功 哈哈哈哈哈哈 或者是你有上班 是用電腦上班的 我是講台灣的人 你大陸朋友大概就不太不太需要了 因為你已經 住了很多很多季了 反而 先前 反而六門十字跟我買的朋友是 都是台灣人 所以我說台灣人還是有優點的 還是有優點的 反而我遇到什麼那個小西巴拉的很多還是大陸朋友 哈哈哈哈 我遇到了很多小西巴拉是大陸子 台灣人還跟我買這個六門十字 我說哎呦 老兄 那我就教他幾招了 記得這個時候你真的可以用了 那買的那個朋友 反正 除非你現在還在上班 被生活干擾 像我這樣被小孩 被老婆 被爸媽叫來叫去 生活干擾 但是我也做了一小部分的變化 至少睡眠跟飲食 我做了一小部分 只是站的不牢靠 那怎麼樣站的牢靠 你就要有另外一個時鐘嗎 這個時間做什麼那個時間做什麼 而匯要錢的原因也是很簡單 因為這是一個大連朋友幫我 網路的我的聽眾大連朋友幫我設計規劃的 然後我也花了很多精神時間 中軸線設這裡 齒輪擺那邊 起點在什麼時間 然後 刻度如何 是規劃的 不是隨便腦門移熱 隨便亂設計塗鴉的 這也是花了很多精神時間 那為了防止沒有誠意的人 也不是為了賺你那一些錢 因為我開的價格也不貴 那是怕有人來亂 沒有誠意來亂 那你至少拿出點誠意 那價格好說 我降就降 無所謂 只要是能幫人就可以了 那現在重點是台灣人需要了 因為 你現在要面對這種威脅有沒有 你趕快在你的生理周期上面把一個殺陣 病毒進來 轉換第二陣型 那對病毒來講我適應了你第一個周期對不對 適應了你怎麼突然變了 這個是很簡單的原理啊 不要說對病毒對人都一樣 那看你的功有沒有練到那個程度 所以時鐘變得很重要了